大家好 剛進來的時候發現有些認識的人來聽 我覺得好煩喔 我非常非常久沒有講關於如何創作的一個主題 OK 大部分我都是演講的時候都是在講 我是怎麼長大的 然後如何那個 擁有人生中的第一個夢想想要成為漫畫家 然後追求沈嘉儀未遂 於是 那個 開始創作 小說的過程 如何從那個小說 賣得很爛然後一直到就是比較有人願意買我的 故事 然後再開始拍電影 就很喜歡講這些亂七八糟的生活琐事 講到 如何創作的時候我都會懷疑底下的觀眾到底有沒有興趣 就是 我要創造一個故事不管是寫小說也好還是 如何拍電影也好 每時候講到這樣子的主題啊 就是很 依賴就是底下的觀眾是否有看過我的 小說或者是看過我的電影 還有他就算作為我的忠實的讀者或觀眾 他到底有沒有興趣去了解我是怎麼樣子 去形成這樣子的一個 思考的脈絡 所以其實非常 不常講這樣子的東西 我就臨時做了一些投影片 來跟大家 分享 就是 因為主題它釘在是一個多重元素的一個 故事 我就挑了一個 我這五部電影裡面 元素最複雜的 月老 附帶一體 我寫過的劇本裡面 我覺得元素最簡單的 就是黑的教育 那柯仁東把它拍到77分鐘 這麼短 短到串流差點都不買了 的一個長度 我覺得很簡單 所以並不是 我只會寫多重的一個 複雜的一個命題 而是其實當我在創造月老這個故事的時候 它本來從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構想 開始慢慢的膨脹 膨脹到一個 快要難以收拾的地步的時候 我在想辦法把它精簡到最後的版本 好 我們都很喜歡 就是在 海報上面用一句話 說完整個 故事 如果要這樣子對我自己的 月老的話 我會說月老他就是一個 一個男生在死掉以後 他加入月老的陣營 試圖 未還活著的未婚妻 找到新的愛女的 故事 所以我們今天 就從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來看他是怎麼樣的繁衍 跟我所抓到的 重點 而我要求的就是 有很多的導演他們很會在 生活的細節中 去開一個燦爛的花 就在一個很寫實的東西裡面去 讓大家看到情感的 真摯 那都不是我所擅長的 我沒有辦法靜靜地拍一家人吃飯 然後吃的 就是 不管是平靜也好 還是有什麼暗藏 暗藏風雨也好 其實我沒有辦法做到 去靜靜地去拍一個 一個場景的發生 我就是得出怪招 我就是得想一個 大家可能沒有想過的方式來說故事的時候 我才有辦法動手 所以 我們第一個抓到的重點會是什麼 假設說這句話 他可以拿來 收獲第一批對他有興趣的觀眾 大家沒什麼意見 好像這不是一個互動的演講對不對 不是一個互動演講 好可怕喔 其實我們不管人死了還是活著 我們都可以為未婚妻找伴侶對不對 如果你看喔 假設喔 我現在突然想到 真的突然想到 我這句話太注重於死掉以後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活人 你在 婚友社工作 某一天看到 你的前女友 遞資料過來了 他想要找一個男生 當他伴侶 這個時候就可以當他的活著的月老 想辦法替他找到 這個伴侶好像是可以賣錢 我講到這邊就好了 但是已經賣過錢的故事 這個男的是死掉了 死掉以後 他要為 他喜歡的女生 找一個陪伴他一生的人 好 那個 活人的故事剛剛已經簡單講完了 底下已經開始在做筆記了 我找到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死掉 死掉以後 愛情故事裡面的死亡 非常的重要 有很多很多的經典電影裡面 他的 死亡 召喚出對一個人最強烈的思念 所以 我覺得怎麼死很重要 怎麼死很重要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 其他的電影怎麼死 蘭嶼 有看過的 先舉個手 我都為這些電影做個調查 你們也可以往後看一下 這些電影的舉手程度跟他賣座程度是否有相關 蘭嶼看過的舉手 蘭嶼講的是兩個 男孩之 男人之間的 愛情故事嘛 從他們單純的性交易 然後變成有深刻的感情 然後最後故事最後的 一分鐘 就是其中的一個人死亡了 這個對我來說叫做以死亡為收藏的愛情故事 我們永遠都記得一個角色死亡了 可是他並不是當作是這部電影的主軸 他不是 作為這個電影 所謂的就是 真正 必然影響兩個人感情的事情 他是一個結局 結局 那那個當人人大家都看過嘛 就是 男主角 有看過當人人戀愛時請舉手 確定沒有爆雷 男主角最後死了 他大概在最後15分鐘以後 最後倒數15分鐘的時候 觀眾就已經看見他將來會死 所以他其實有 蠻長的一段時間 不管他是不是想要向主角隱瞞他的死訊 他其實都有蠻長的時間 可以去做告別的 他說他並不是 驟然離世的 他有好好的機會去完成他的離別 那情書 情書有看過的請舉手 情書 你看喔 就比 這一部大概要少了 三分之二 可是情書是我當年的經典 一開始 這個女生思念的男生 叫藤景書他就死了 所以他就是一個關於這個女生 他透過不斷的思念一個死去的一個 一個喜歡的人 去串起整個故事的碎片 所以死亡 對情書來講的影響力 我覺得是遠遠大過於這兩部的 這兩部是結局死亡 可是這個死亡是貫穿的情書本身 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 我當年我在看這個故事 看過的請舉手 看過的請舉手 好 我當年啊 在那個 光碟裡面看到這一篇的時候 我是覺得難以置信的無聊 就是覺得 哇 既有字又無聊 然後這個女生 在中間的時候就 得了白血病 他要向這個世界 告別 有些那種痛苦的 然後 還拉著那個男主角一起去拍他們的結婚照 兩個兩小無差去拍結婚照 後來那個結婚照當然就成為一個沒有辦法完成的一個夢想 我當年對這種刻意的悲情啊 就是超獨爛的 完全沒有哭 從頭到尾唾氣到最後 多年之後啊 我就 點了他的MV來看 我就開始哭 我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那麼難受 不同階段看的 愛情的故事啊 跟你生命歷程其實是會互相召喚 召喚你所需要眼淚的那一部分 歷史上最有名的 死亡事件就是鐵達尼號 先不要講他有可能活下來只是因為他不可能把位置挪出來一點 先不糾結那個部分 我覺得鐵達尼號也不是一個關於死亡的愛情 也不是 我覺得他不是 他不是 他也不是 因為他是在這樣子 影片的最後才做了生離死別 所以女生或男生並沒有花了一生的時間 去想另外一個人 如果當初沒有怎樣 我就會怎麼樣 不是 我舉的這些東西並不是在 在強調死亡對愛情故事的重要 而是有一些很重要 有些只是當作一個 令人惆悵的結局 這個就很可怕 這直接隕石掉下來把所有人都幹掉 所以唯一阻止他的方法就是穿越死空之類的 那那個 講這麼多 我覺得 影響我一生 我從那些女同期追的女孩的時候 每次工作 我沒有要給工作人員看一些reference 然後講說 就是我想要拍出一個什麼樣子的感覺 那些場景有那個 痛調是接近我的想像的 我都會舉這部電影 現在很想見你 我很珍惜的沒有看他很多遍 我沒有很珍惜的就是 光是看他的預告 我眼淚就會不停的爆炸 有看過 現在很想見你的請舉手 太好了 沒什麼看過 我最怕就是我喜歡的電影有太多人看過 然後當我在試圖用相同的技術召喚的時候 他們說幹什麼就把刀抄 現在很想見你 那個 那個 不多講他在 做什麼 但是他也是關於一個 一開始這個女孩子 就死掉的故事 男主角花了一生的時間在思念他的亡妻 然後發生一些奇幻的一些情節 好 所以 月老 他就是一個 回到這句話 一個男生在死掉以後加入月老陣營 試著 未還活著的威風機找到新的愛雨的故事 所以死亡很重要 怎麼死的 有沒有差 什麼樣子的死法 對故事來講是最有 幫助的 是什麼樣子的死法會讓這個男生在死掉以後會覺得 很不甘心 很不爽 很不快樂 如果 這個男生呢他是罹患癌症 拖了三年三個月才死 我覺得他死亡以後應該沒什麼心思為這個女生找男朋友 沒有他死了就死了 他有太多時間可以寫遺書 而且還可以改三四遍 今天對我不好就給別人 之類的 然後那個 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對這個世界做告別的死亡方式 都不適合月老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很激烈的 很快速的 讓這個男生 沒有辦法好好跟這個世界說再見的方式 適合他的死法 最好他還有一個附帶的一個 很棒的副作用 因為我不敢問有誰看過月老 我就是不想問這一題 我就當大家都看過 所以月老呢 就是男主角 是柯振東 就是 他在大樹下跟女孩子 他喜歡的女生宋宇華小咪 求婚的那一瞬間 小咪說好啊 的時候 他已經聽到high speed沒有聲音的感覺 他已經被雷 打死了 一道天壘從他的上面直劈下來 那個 特效阿清在下面 阿清舉個手 阿清 好 特效他做的 有什麼不滿大家看向他好了 於是他就倒在地上 整個天靈蓋都在 冒煙 就暴斃了 為什麼要選擇 這一種 荒謬的死法 我覺得跟故事的痛調他是有 關的 因為接下來 就是這個故事 跟 無可避免的 或帶有一點 灰斜的色彩 所以這個男生呢 他的死法就是要 戲劇性的 卡通式的 貝雷打死 我在做劇本改編的時候 因為他是有原著小說 我是原著小說兼導演兼編劇 我在 寫劇本的時候 我內心有一個浮動的一個詞 我在想說 怎樣改編月老這個作品 我的小說讀者 他們 比較高興 比較不會生氣 其中有幾個點 被我拿來當作是一定要守護的 我的小說讀者一定會拿來檢查 900刀有沒有 尊重他自己的援助 其中第一個就是 男主角一定要被雷打死 一定要被雷打死 一定要在求婚的時候被閃電劈死 就算我可以想得到 更卡通更有趣的 死亡方式 我可能都無法替代 我可能都無法替代 那那個 我先亂講 先亂講 大家都滿18歲的 如果 因為這個男生他就是追求這個女生很多年 才愛情開發結果 所以如果 假設 假設 我要舉個例子是 那我好像會被metoo的例子 很可怕 跟雞雞有關的 算了 所以不要 好 就是 閃電打在特殊的部位 他就 兇兇兇兇起來 這個我的讀者其實覺得很好笑 當然他也不會接受 他也不會接受 我覺得這部分要照原柱來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一定要有幹排氣管的劇情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講 這幾個要守護原柱的 點 我覺得 貝雷打死一定要 而且他有提供一個非常棒的副作用 就是 讓男主角可以短暫的失憶 我曾經寫過第一個版本的劇本 這個男主角在死亡之後 他的記憶還是 很豐富的 於是他到英曹地府之後 他就開始回憶他跟小咪 交往的一切 所以這樣子 所以當他看到別人 別的愛情的可能的時候 他就變得無法專注 所以一開始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描述 男主角跟女主角之間的回憶 只因為他剛剛死掉 而且他還有記憶 如果 我強化了這個閃電 打在男主角的頭上的副作用 那我覺得這個死亡 就變得有 對劇本是有功能性的 不是每一個死法都可以讓記憶不見 我個人就不會接受 如果這個男主角他是溺死的 就他到英曹地府以後 他發現 我對前世的事情都忘記了 那我覺得這個設定就 不對 我覺得不直覺 不直覺 你一定要跟頭有關 或者是這個男主角他 被車禍撞得粉碎 就算是被撞得粉碎 因為太粉碎了 所以我覺得他記憶反而會留著 他如果他跳樓 頭著地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好像還可以 有些死法他對記憶的消失是有幫助的 累積就是一個 好 所以其實當我發現 他的記憶可以短暫消失之後 他的這個死法就無可替代了 就沒有比他更棒的一個死法 所以 接下來我們從這句話裡面繼續找 我反而跳過了 一個男生在死後加入月老陣營 這句話我完全沒去鳥他 試圖為未婚妻找到新的愛女 我覺得建立 開始要建立角色 是什麼樣子的愛情 你可以為這個故事提供最棒的一個 動力 助力 那是什麼樣子的女生 他可以 承受這樣子的愛情 我想承受這個是用的有點問題 因為這個男生 一定要有很強大的一個對愛情的執著的想法 他在死之後他才會很糾結 他如果生前是一個浪子或者是一個很灑脫的一個人 他死後以後很可能 聽到阿彌陀佛他就前往西方極樂 他就放下了 我們先談到就是一個無法放下的男主角 而他生前 他對愛情熱烈的追求 他要灌注這個愛情在另外一個女生身上的時候 這個女生他具備什麼樣子的個性跟條件 可以去招架他的愛情 這麼久 這麼久 不會讓人家討厭 他必須要說出很多次很多次的 我不想跟人家在一起 我不要不要不要 直到他 最後一刻說好啊 我願意嫁給你的時候 閃電就下來了 所以就是我必須創造出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女生 他必須要無數次的對男生說 不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愛情它是有一見鍾情的 必要性 對這個男生來講 他第一眼就看到這個女生 他就非常非常的 喜歡 然後就很想要 娶她 你們各位有相似的經驗嗎 有看到 對方 然後就覺得 我好想跟這個人在一起 有一見鍾情經驗的請舉手 我常常一見鍾情 對 那我後來戒掉了 對 對對對 但是我很知道 一見鍾情的那種 巨大的澎湃的 力量 當這個 小男孩 在教室裡面看到轉學生 小咪的到來之後 他第一眼就看 就喜歡上他 就開始每天都要問他 你就嫁給我嘛 就嫁給我嘛 而這個女生也無數次的說 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老師講這個男生的行為 表現得很像恐怖情人 我就覺得太可怕了 在電影中我們用一首快樂的歌 蒙太曲 去把這個追求的過程拍過去 大家覺得好像很有趣嘛 可是現實生活中罵超恐怖的 整天有一個人跑來說 你要嫁給我 就嫁給我 就嫁給我 所以要盡量找很可愛的小孩子來演這種可怕的角色 降低他的恐怖的程度 然後呢 就是 這個女生當然很討厭這個男生 覺得就是 很丟臉 每次都是在全班同學面前 就是 寡連閒持的 想要跟他在一起 可是當他有一天 他看到這個男生不一樣的一面 就是這個男孩子 為了救一隻 可憐的被欺負的小狗 自己被揍得非常的慘 這故事我們都需要 男生 跟女生 就是男女主角 他們之間愛情觸發的那一瞬間 成立的可能性 那一瞬間是什麼 那一瞬間是什麼 我覺得 英雄救美 是最遜的 是編劇在偷懶的一個方式 不管是男生救女生 或者是女生救男生 我都稱呼為英雄救美 就是 你即時出現為對方解決一個難題 而我都覺得這很偷懶 都覺得這很偷懶 所以就是 我們在完成第一版的劇本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隨便寫一個過去看看 先讓劇情先通過去看看 但是我們事後在檢查的時候 我們就去想 讓愛情 我們一見鍾情可以不 可以 不解釋 因為一見鍾情就是一眼就喜歡 可是如果要雙方都要成立的那一瞬間 所發生的具體的事件 是什麼 就是很值得推敲 拯救小動物 我覺得是第二偷懶的 有愛心 拯救小動物 所以我覺得 目前為止我覺得還蠻爛的 這個小男孩 拯救了一個可憐的小動物 偏偏在編劇強大的幫忙之下 女生就會正好經過 女生就會經過 女生就會發現 這個男生原來跟我想像的 不太一樣 因為他有這一面 他有這個溫柔的一面 然後那個 對他另眼相看的時候 他們於是就有了共同的一個 養的一個小狗 他叫阿魯 因為阿魯這隻狗在劇情的後面 會擔任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開始沒有覺得我在偷懶了 真的喔 如果他只單純救了一隻狗 這隻狗再也沒有出現 幹就是偷懶 就是 除非這些男孩子 欺負他 過了以後 女生也跟他 跟他家的Line 女生走了以後 這些男生從後面走出來跟他要錢 這就可以 還不錯 這還有點小翻轉 可是就是沒有幫助到我們喜歡這個男主角 好就是 如果當你發現你在偷懶的時候 你最好保證你的偷懶 他有一定的 這樣子 對接下來還未出現的劇情有幫助 男生就開始講他恐怖情人的名言 有些事一萬年也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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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年出於什麼樣子恐怖的心態講述這句話 我一直都在反省 這是什麼恐怖的一句 對白 而且這句對白啊 他是貼紙 他是貼紙 有些對白他不是貼紙 有些對白他是貼紙 貼紙就是 我會愛你直到你死去的那一天 這句話你 放在任何一個愛情故事的角色都可以講 這就是貼紙 這就是貼紙 或者是說我每天早上醒來的 第一眼就想要看到你 這句話也是貼紙 除非講話的人他是一個瞎子 他把他當作一句笑話在講 除非是這樣 什麼叫不是貼紙 我曾經 寫過一個小說叫打噴嚏 裡面的關鍵的對白就是 居爾 原來你跟權王一樣高啊 這句對白 聽起來超級莫名其妙 可是對很多小說讀者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賺人熱淚的對白 聽在沒有看過脈絡的人的眼中 他很莫名其妙 而進入脈絡的人裡面 他會覺得 感動異常 這就不是貼紙 這是專屬於這個故事的 魔法 我必須自己承認有些事一萬年也不會變 他就是一句貼紙 我愛你 一萬年也不會變 貼紙到不行 所以我這一次 有機會把它拍成電影 我就想要來翻轉這句話 這句話也是一個 我覺得跟讀者之間的重要約定 他主角就是得講這句話 不管多噁爛他就得講出來 否則這故事 就是我的讀者都不會買單的 所以既然 我覺得 連我這個原作者 講出來都覺得很尷尬 我就要用一個 盪氣回廠的故事架構 讓他可以成立 首先呢 讓他先從小孩子的嘴巴那邊講出來 比較不尷尬 因為小孩子不知道 就是在那邊亂講 有些事一萬年也不會變 然後留下他跟女孩子之間的一個 我一定會取你的印象 接下來就是 兩個人就開始操靈演出高中生 恐怖到不行 那那個 那隻狗也漸漸的長大 所以呢 我已經開始已經拒絕承認我在偷懶 拯救小動物當然是可以的 只要這些小動物還要繼續長大 劇組都還要找一隻狗來演他 超級辛苦的 怎麼會偷懶 超苦的 這隻狗在現場呢 就是 沒有人可以接近他也沒有人可以看他 因為光是眼鏡看著他就已經會干擾他工作 所以現場的劇組大部分都是愛狗人士嘛 但是其實沒有人被允許可以去跟他玩 視線都不可以看他 然後也不可以餵他吃東西 鬥他都不行 從頭到尾就只有 他的訓狗師還有柯正東跟 宋永華可以跟他玩 讓他這隻狗覺得這個世界有夠 爛的 全世界就只有三個人對他好 這樣他就可以入戲了 他就可以好好演 他們的愛犬 好可怕 在我的故事裡面 男生永遠成績都不好 女生永遠成績都不錯 我對 就是這種 良性平權也做出我自己的努力 超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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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貼我這種我自己這種直男的好不好 對 然後那個 而這個女生從小到大都一直在招架男生的不停的不停的求婚 他內心有很多的就是 迷茫 我在跟 孫永華講這個角色的建構啊 他會問我說 奇怪就是 我為什麼不要大天跟他在一起啊 然後那個 阿倫到底哪一點 不好 讓他覺得 他必須要不停不停的去拒絕他 你們在看電影的時候有這種困擾嗎 因為通常發生在我的身上相反的時候會覺得說 假設是女主角只要夠漂亮 就男主角就跟他在一起就好 這哪有什麼 個性不好之後再分手就好啦 就先 試著交往嘛 那為什麼這個女生看到一個坑洞這樣子帥帥的 然後那個 好像也沒有什麼 不良嗜好 為什麼不跟他在一起呢 孫華一直很困擾這件事情 通常其實我在 寫劇本的時候 常常都是依賴著一種 直覺在寫 等到別人有問題問我的時候我就會發現說 是喔 所以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寫小說啊 寫小說我們通常不會看到阿倫長什麼樣子 搞不好很醜啊 所以女主角就覺得 等你去整形以後我們在一起吧 我們就很簡單就可以 很粗暴 可是我們今天找柯仁東來演了 我們就要 跟孫華解釋一下 柯仁東是不是不夠帥 還是他 偷偷做什麼事情可以發現呢 那那個 我就開始去建構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就跟孫華講說 有些事情我不見得會演出來 但是 你可以去想像說他們住在這個 小城鎮 一輩子都在那邊 讀書 然後他們的爸媽也在那邊長 就繼續的那種開小店 一輩子都活在那邊的感覺 然後呢 這個 男主角 他顯然成績 很爛 所以他高中畢業以後 他也沒有繼續升學 他反而是 直接 做起了生魚片 然後那個 開了 打工 賺錢 學習日本料理的手藝 我就跟他說 就是其實呢 就是你是蠻想離開這個小鎮的 但是你意識到說你跟 阿倫在一起之後 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再離開 跟你所生長的 地方 可是呢 你也 無法把這個理由跟阿倫說 因為好像是瞧不起他的沒志氣 好像是瞧不起他想要落地生根 因為這個男生的願望很簡單 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這樣子我就很快樂了 我就很高興 所以這個 女生一直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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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有一個沒有辦法說出口的一個 理由 但是我 一向都覺得 我們可以為角色做好很多的心理建設 提供他很多的背景 他不記得要演出來 有機會拍影集啊 或者是連續劇啊 就是哇這個 今天分鐘數不夠 只好你去把理由說出來吧 可能吧 但是我覺得電影呢 我會避免做這件事情 中間當年失手的時候 失手就是說不清楚 失手就說不清楚 但是盡可能的話 我們把觀眾當作是一般智商對待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 好好的用 演技發揮出來 某個氣氛下成立 其實也就可以 所以其實這個女生在什麼情況之下 忽然之間被這個男生 打動 我是把他設定成說 就是 等一下才會講到 OK 第一次講亂七八糟 那個 接下來 就是 才有講到這句話中間的月老 死後的世界 神職體系的想像 這個對我來講 是只要花時間就可以想出來的東西 我反而不覺得 月老這樣子一個充滿想像力的故事 大費周章的去 建構裡面的奇幻的世界這些東西 得到有多困難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有對死後世界的一個 想像 有很多reference可以借鑒跟參考 但是呢 就是 我先簡單講一下這個 他這個死後的流程好了 人死了以後就會有一個死神 死神過來 把亡靈帶走 而我選擇 你看喔 從這邊 他要帶走 咻 而到這邊 你要怎麼轉場 你要怎麼轉場 以前的話可能會這樣子 或者是 你身體會漸漸的變淡 變透明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 那個六月 他可能把斗篷這樣子 吼 結果透過個黑就轉場 這個喔 我覺得就是 這可能是導演的事 但是你編劇可能也要做基本的 描寫上的想像 那那個 我說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 會覺得說很炫烈的轉場是很酷的 但後來就越覺得很炫烈的轉場越來越慫 越來越慫 所以從這邊 從A點到B點 沒什麼交代 用聲音 他們就來到了這個 陰間的入口 那 其實這邊就開始 我們來想像陰間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 氛圍 陰間是否他會與時俱進 他如果會與時俱進 那他的 與時俱進到什麼程度 在視覺上看起來是 有說服力的 接下來就 來到就是這個死神會開始 去登記 這個阿倫生前做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會幫他做一些建檔 而因為 我的這個死後世界他是有 輪迴體系的 所以一個人 他的靈魂 不只當過人 他還當過很多種東西 他就算當過十次人 他也有十次的 檔案記錄 好 那我們講到說這個死後世界 他是長什麼樣子 你也可以進去很像是進到那一種 那個 很高階實驗室 窗屏激進的 全部幾乎都是白色有如天堂的感覺 這種也可以 這種也可以 也可以進入一片虛無 也可以 那哪一種是你的 我就只能講說這是喜好 這純粹是喜好問題 可是對我來講 就是我有一個 我在寫這些場景的時候 我第一個看到的一個視覺 的一個東西 就是滿屋子都是卷宗 滿屋子都是卷宗 這個人的 生前的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大量 所以這樣子的東西呢 我一直覺得陰間的科技不能高於陽間 如果我們進去裡面 他們開始這樣 冰 就一個 透明的一個東西 浮現出來 迅速轉了這個人的一生 我覺得這個科技 活人都還沒發明出來 你這個死人是憑什麼有辦法發明 就是沒辦法 我們不能接受這個事情 除非你是用法術 但是如果你是用器具 之類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你的科技應該是要弱於人間的 比爾蓋茲 死掉以後 還沒死啊 賈伯斯死掉以後 他才有辦法把一些 他一些創建帶到硬件裡面繼續去實行 他的科技能力一定是 比較 復古一點 這完全不是在省錢 復古是一件很貴的事情 很貴的事情 你創明機性搞不好比較便宜 他純粹是品味的問題 然後那個 手上的念珠掃一掃 就會出現就是 黑色是不好的東西 白色是好的東西 這只要掃一下就知道 現在這個東西放在我家 我絕對不會去掃的 我想講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是 只要你花時間就想得出來 這個都很簡單 如果一般就是忙到沒時間的導演 就是跟副導講說 你發下去發給兩個助導 叫他們想出來 這硬件是怎麼回事 有可能的 做出來很難 特效要做很難 美術要做很難 但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每個人都有他的 有趣的想像 就是 就是 我也不會覺得說我這方面有特別的突出 不會覺得 因為真正的男的都不是在這裡 要掃額頭的時候就會發現 他因為被閃電 打過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掃除 他的深淺的記憶 於是這個靈魂呢 都一直處於一個 不知道自己曾經做過什麼樣子的事情 愛過什麼人的一個空白的狀態 於是他可以以一個非常新鮮的眼睛 去看陰間 跟看自己 而他身上就有一個 謎團 是我們必須通過故事去解決的 每一個年代記錄他們過去生前的媒體都不一樣 以前是記在石板上 然後接下來是竹简 然後上一代是錄影帶 直到柯仁東這一代就變成是光碟 這部分也就是一個 大家在做電影 自然就會出現的一個流程 我都覺得還好 這部分就開始 原著小說是 每個人的死法都會一直帶在故事裡面 你跳樓死掉的人 頭上遠遠都是裂開的 你被亂刀砍死的人 腎上遠遠都是亂刀砍死的痕跡 而 阿倫這個角色每次出場的時候 他全身都在冒著黑煙 全都是黑色的 但是這樣子呢 拍成電影 就瘋掉啦 每個人都齊心怪狀的死法 講的每個畫面都蠻恐怖的 如果你畫得很 可愛 又不是故事要的樣子 而且他會花很多錢 而且就是每次在準備他們的裝法的時候 大家都會瘋掉 所以呢 這部分呢就必須用通過一個 這個 叫做 叫做什麼我也不知道 就是 進到這個房間裡面 他們接下來身上的所有的傷痕都會慢慢的消失 就變成一個全新的一個鬼 就解決了就是劇組 非常多 預算上面的問題 我們就假裝是劇情需要這樣子 但如果 就是 那視覺上也是有一個比較簡化的一個做法 那陰間 陰間 我本來的想像是 大約像是一個 巨大的九份 在海上漂流的感覺 九份金瓜石那邊有一些 有一些建築物它基本上跟山完全要聯合在一起的感覺 很像是陰間就是一個很巨大的一個石頭 然後我們就是用 一些鬼在上面做一些 防禦工事 然後那個 漂流在星塵大海上面 是這樣子的一個想像 那個 宇宙當然是無限大 一定有別的宗教或別的 世界其他的地方 還有他們自己的陰間 也是一樣像是一塊巨大的一個 石頭 漂浮在這個海面上 這部分的就是很暴力 就是你也沒死過 你不能否定就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我要講的一件事情 大家死掉以後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 我現在講的話 我們生而為人 我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很多在西非 南非 他們的生活經驗跟我差很多 我們的認知有時候差異很巨大 我絕不相信 人死掉以後 到另外一個世界 大家都變成好朋友 大家都完全知道死後世界是什麼樣子 你考我摩洛哥 的一些風土迷情我都不太知道了 所以我真的不確定 應該想說我非常確定 我非常確定 你死掉以後你就是不曉得怎麼去上天堂 我確定你不曉得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過就是死掉而已 你靈魂不會變得比較高級 跟變得比較懂很多事情 你唯一 比活著的時候 要更確定知道的事情就是 死掉以後靈魂還會存在 如果你有意識去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表示你多懂了這件事情而已 如果死後有一個體系 一定也是非常的非常的 因地而異跟 有很大的差異性 好 那 我不是來宣教的 我真是 很投入 我在拍月老的時候啊 我非常的沈迷於 我所創造出來的死後世界 我在拍的時候我都一直跟旁邊的人講說 幹你死掉以後你就知道 救不到是對的 原來就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我現在已經拍完已經兩三年 我已經冷靜了 我就可能不是長這個樣子 好 但是我在拍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執著 我說天啊天啊 我應該是很接近事情的答案 我現在才會靈感這麼強烈 那因為我在規劃陰間與時俱進的程度呢 我很拒絕LED的電腦 就是那種過度輕薄的科技 我都不想要 所以就是讓他們用這一種 現在我們人類已經沒在用的東西 死掉以後呢 要投胎之前 都要再確認一下 就是彼此的身份檔案 然後接下來就要喝 孟婆湯 喝完孟婆湯以後 孟婆湯 你看美術組他們就會開始提供一些建議啊 有什麼方式可以喝孟婆湯 我們神經還有想過用加油站的那個加油機 直接就是自己爪在那個 杯子裡面 然後喝一喝就丟 這中間都要處理什麼問題 都要處理就是你爪完之後 你杯子怎麼拿的 跟你怎麼丟 就是我們當我們不想要 最不想要的事情就是看到一個老阿嬤 在那邊咬著湯 放在碗裡面就喝掉 你就走過去 這是我們絕對不要的 那不要的話 喝孟婆湯就有幾種方式 這個就是什麼 只要花時間就可以想出來的 一點都不難 最後為什麼選這個 那個 販賣機呢 是不是加油槍太貴了 爆一下美術組是每次都這樣子 爆一個很好的給我 然後看到價錢的時候叫我 去死就對了 所以選一個比較便宜的 這個方式 接下來就要進到電梯裡面 這個進到電梯裡面 我這個時候呢 我們沒有拍 但是我就是跟他們講 如果你有三個人一起進這個電梯 一起送上去 你們三個呢 就會是三胞胎 升到陽間 投胎的時候 你們都會有共同的一個媽媽 所以在陰間如果交到好朋友 你們想要 有更好的緣分 你們就可以申請搭同一台電梯 上去 像這個呢 也不見得 我們有拍 我們有拍五個人一起上電梯 然後那個孟婆在那邊講說 幹你這樣你媽媽很辛苦 他們就是五個人就很好 就還是 就這五個 但是因為他們演得蠻爛的 我就把他剪掉了 就這樣子啦 很抱歉 片場如果 片場如果很短 他演得很爛 我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問題就是已經爆炸了 我們就 就掃掉這個有趣的設定 我覺得電影永遠都 會多拍很多有趣的設定 但是有趣的設定 老實講就是有時候觀眾會心一下 他沒有辦法對劇情造成決定性影響 就不要啦 就算了啦 但是現場有時間就執行 就快快樂樂的 那那個 為什麼上電梯呢 我就覺得說 陰間上到 人間 除了 啾 一瞬間就飛上去以外呢 有沒有一種比較像物理上的一個 想像可以上去的 我就覺得說 真實應該蠻有道理的 以前的鬼沒有電梯的時候應該都是從井 井爬上去的 因為那個井感覺很像連接在地底下 它有一個視覺上的滲透性 所以說 從 很久很久以前 鬼應該都是從井裡面 爬到人間的 這是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就是從河流的末端 逆流而上 因為河有時候我們不曉得通往哪裡 從河處而來 它有一種陰間的感覺 那我覺得與時俱進呢 應該要有電梯了吧 應該要有電梯 尤其是鬼片超常拍一些電梯裡面嗎 有很多鬼 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管是好鬼還是壞鬼 從電梯裡面 上去洋間 它就是一個 比較官方式的一個通行法 進去以後都要先把手 插進去裡面去感應 那個念珠 得到通行以後它才有辦法上去 因為是18層 地獄有18層 所以我們 總共有18個 人 然後負1負2負3負4 這個就是 派電影有趣啦 就是 你的想像力當它實現出來的時候 它變得很具體 但它依然就是一個什麼 花時間就可以想出來的事情 對 我覺得 大家 聽完這一次可能最有印象就是這個部分 不要沉迷於寫設定了 說真的啦 只要花時間就可以寫出來的東西 它就不是高手所為 我們整個劇本確定之後 有趣的小設定 慢慢想 慢慢想 確定每一個有趣的小設定 它都跟劇情的推進 很有關係 像我為什麼會強調 這個部分 為什麼會強調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 最後的故事的關鍵 兩個主角 沒有辦法通過這樣子的方式回到人間 所以我就一定要創造出這樣子的畫面 確保 就是他們這個通行方法是 不行的 我當你全部都看過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說那個 阿飄 他們就是 不管是哪一種神職體系的人 他們都 個鬼 他們都可以搭著電梯通往人間 而且都非常的興奮 衝出去的時候 哇 七月啦 送啦 就衝出去 月老房 其實你知道我發現 我根本就沒有想要花時間去講 那個神職體系是如何打造的 這些都 很簡單 簡單講就是死掉以後你可以選擇當月老 選擇當財神 選擇當死神 選擇當很多 你在人間 去想像得到相對應的一些體系 因為 我是念 社會學的 就是 我剛剛講的這些神職的體系 其實都是在服務人類 鬼沒有這個需求 因為我沒有當過鬼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的東西都是 鬼在服務人類 的這個體系 所創造出來的 那為什麼主角他們想要當月老 我本來是有寫了一段 主角阿倫跟 Pinky 他們在陰間 參加像是大學博覽會之類的 活動 他們去參加 那個參觀財神 財神就有很多像是新衣房屋一樣的 阿飄穿著綠色的衣服 然後 對很多的黃金廚來講說加入我們 去人間送錢 我跟你講我們就是最受歡迎的神職啦 然後死神他們就會講說就是 我跟你講就是 那個 取人性命原來是這麼爽 什麼之類的 就是 有很多的 神職 他們 在每一個房間都隆重的介紹了他們的職業 希望剛剛死掉的鬼可以加入他們的行列 但是 拍起來有夠榮長的 我在讀本階段就是 哇有夠榮長的 甚至還有一個部分是天氣 就是在 那個雷繩跟雨繩 的一個空間 他們在 那個繩子就是負責在人間打雷跟降雨 那打雷的呢 其中就有一段是 他們在參觀那個房間的時候 裡面的鬼都很忙 這邊控制雲朵 往前面幾公里 雨量夠不夠 準備下雨了 打雷 這個時候阿倫就會發現負責打雷的那個鬼 他在打瞌睡 不小心就打了一個雷 這個時候他意識到說 幹 你就是你打死我的 他就衝過去跟他的理論 那場戲就在一個混亂 跟那個 揮拳之中 就轉場 就寫過這樣子的東西 沒有執行出來是為什麼 太長了啦 就很長 所以呢 我就很簡單的就是 讓他們直接通訊越老的 黃線裡面報到 我沒有解釋喔 為什麼那麼多繩子 阿倫會去選月老 是我能力不足嗎 沒有是時間不夠啦 時間不夠 有想啦 有想到 但是我沒有想到一個 一個 應該想說 我不覺得需要很詳細去解釋 我不覺得詳細去解釋 但是呢 我花了一點時間去 講了另外一個東西 喜歡設定只是背景 不需要 向觀眾過度的揭露 常常有些設定呢 其實 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因為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我覺得是信心滿滿 大家都知道在幹嘛 可是在向觀眾揭露的時候呢 我覺得不用 很像是 觀眾需要知道每一個資訊 他才有辦法把這個電影看得下去 於是產生了這個最莫名其妙的人物出來 閻羅王 我一直覺得 小說在 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 描寫一種人物是最困難的 這種人物就是非常聰明的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寫的人都沒有被寫的人聰明 他的對白 跟他的形式方式 就是很難寫 當然你厚著臉皮寫是一種 但是我自己比較謙卑 我就覺得說 這種很有智慧的人 要被我這種沒有智慧的人寫 那我怎麼去寫他 首先呢 我的方法就是他不能講話 不要講話 以免講出你我都會講出來的話 如果你看閻羅王出現 然後講說 一切都是因果 common sense 好不好 還需要你說嗎 放下 放下 訓到不行啦 誰不知道放下 你還講出來 他差不多就可以了 除非我們確保他有摩根佛里曼的聲線 我們才可以讓他試著講講看 講話嗎 你講話嗎 如果 他的 我們的智慧寫不出來的話 我們就閉嘴 他也不能講 他就是一副那一種 所有一切因果啊 我都了然於胸 你的裝逼感 我也覺得 我蠻認同周星馳的某些想法 真正厲害的人 他是不會過度穿著的 就是 所以我讓他穿 那個非常有台灣特色的 那個衣服啊 然後那個拖鞋啊 但是因為我覺得說 我這個陰間 這個陰間 我覺得應該是 台灣的陰間 陰間老大 應該找個原住民來飾演 我是找阿菲 他是原住民 我覺得這是我對這個 土地的尊重 我講這個 我是有思考過的 他如果講出來呢 可能是賽德克語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可以喔 講一個我們之間 我們沒有 辦法馬上心靈神會的語言 想像起來感覺比較高階 也可以 我們就不用打字幕 但是這個變成是一個缺點啦 就有些觀眾看到最後 他不曉得這個劉昂漢到底是什麼 他為什麼時不時都要出現 總是一副裝逼的樣子 這就是 這就是我的缺點 我沒有拍出一個就是 就是 面面俱到的電影 當我收下這個缺點 我就往前進 三天寫一稿 花半年改他 開拍前再花半年精修 對我們這種俗人 輸出做比較快 偉人呢寫劇本都很難 因為他追求完美 我們先吃下缺點 吃下預算不足 預算沒有足夠的一天 都吃下來 就想我找李奧納多掩害不來 就先吞下這些缺點 往前進 往前進 包含這個 不太 狀況不明的 閻羅網 啊 盧爾閻羅網 Sorry Sorry 我其實蠻怕的 嘿 好 同樣喔 還在這句話打轉 光是這句話就可以鑽研出很多東西 基本上故事的重點都不會脫離這句話 哇天啊就5點5分了 我投影片120幾張 找到 這才是重點 你們覺得為一生自愛尋找正面天職 過程中充滿愛還是充滿滿滿的幹 當然是 滿滿的幹 我覺得啊一定有那種 那個 情操特別高尚的導演拍 他們在 幫那種未婚妻爭友的時候 情操很高尚 都要找一個比自己優秀的 首先我一定找一個矮子給他 我一定找164公分以下的 然後 這過程呢一定要充滿的 就是壁扭壁扭才會讓一個角色比較有血肉感 所以就是當他們在 幫小咪尋找另外一半的時候 就是 呃 大家的條件喔 都是 你看描寫 條件的時候 我會盡量避免寫什麼 寫特別高大上的 就是他在那個 什麼 高盛投顧 年收2000 台積電高階工程師什麼什麼 我都不會讓這些月老去幫他們找這麼高階的 是因為不接 不接地氣啦 就是我們覺得 這種只是純粹台詞而已 你愛怎麼寫怎麼寫 我盡量都是找旁邊的人 去撤寫他 去撤寫他 感覺起來比較 溫暖 比較像是一個我們都會看過的 的人 大家每天 就去幫那個 孫英華綁紅線 但是每次綁上去 紅線都會爆炸 每次紅線爆炸的時候呢 柯恩東他就是超爽的 他會覺得說天啊 就是 那個 小咪的眼界 不曉得是特別高還是怎麼樣 總是沒有一個愛情可以帶領他往新的人生 他就是非常的高興 可是呢 這樣子人物 大家會喜歡嗎 其實也會覺得很有問題 所以呢 所以請他演出一個什麼 他雖然說就是看到 小咪都找不到人 他會很高興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他會漸漸的開始 呈現一個落寞的感覺 他會覺得說天啊 開始心疼 因為他是真心真意的 喜歡小咪 所以小咪沒有辦法 跟另外一個人 就是影響更好人生的時候 他其實也會非常的 難受 我覺得這種矛盾就是角色 角色不要怕矛盾 我們最怕的就是什麼 編劇經常包 一個角色 找動作所有行為的合理的動機 跟推演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 缺點 因為人很矛盾 我們並不是說要讓觀眾感覺到 這個角色前後不一 不是不是 而是當這個角色 他開始 行為產生矛盾的時候 就是他變可愛 跟他變真實 我們就是負責把那部分給寫好 而不是要避免矛盾 避免前後不一 就不是 當一個 一個角色開始前面跟後面的東西 不一樣的時候 有時候稱為成長 或者是他開始受傷 當他發現說 他其實小咪一直都找不到 另外一半的時候 他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 快樂 這個時候他對愛情的領悟 其實又開始又更像 一層 更高一層 以前的愛情對他來講就只是什麼 我想跟喜歡的人在一起 接下來會變成什麼 我喜歡的人沒有辦法 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也會感受到很痛苦 那接下來這部分 也是我覺得 只要花時間想 就可以想出來的一些東西 但是 再進化一點就是 我們要在這些提供我們 長大成長的 這個 文化土地上面 去找可以幫助故事 發展的東西 不只是提供氣氛喔 是要幫助發展 收金 收金的時候呢 就可以讓 因為我們你看 就是我們不需要 把小咪特別帶到去一個有法律的法師前面去做一些 法式啊 我們只要讓他很平常的接受收金這個儀式過程中 就可以提醒觀眾 小滅眼睛其實是看得見的 是有陰陽眼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黑令旗 我在拍黑令旗的時候 我把它當做common sense來看 就是覺得那個 利鬼拿到黑令旗就可以來人家報仇 這不是每個愛聽鬼故事的人都知道的嗎 你們知道黑令旗 知道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然後 這就是我的缺點 我根本沒在插小你的 我就是我們那個 common sense 我就這樣拍了 只要可以拿到 申請到黑令旗 利鬼就可以來復仇 利鬼就可以來復仇 把夜市套圈圈的這個東西 放在月老的故事裡面 去當他們考 考試要想要成為月老的那個 過程 然後我覺得你看除了 古井 除了河流 除了電梯 我覺得很經典的 從鏡子裡面看到鬼 表示 這也是一個我們可以 想像得到的鬼穿越陰陽的一個管道 有此一說啦 就是 午夜的時候啊 半夜的時候啊 你 低著頭 然後頭往 底下看 沒有人的時候就往這邊看 你會看到鬼 你會去做這個事情嗎 去做做看嗎 超級不會的 超級不會的 我其實基本上相信很多怪力亂神的事情 很恐怖很恐怖 光是我們拍這個 拍這一幕的時候啊 這個鏡子啊 因為那個鬼流層 這個利鬼 他穿進去這個鏡子 這一瞬間鏡子會破掉 會裂開來 這部分就產生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跟那個特效阿清說 阿清那個鏡子裂開就你來做囉 現場就是 對他這句話阿清就做了半死 但阿清這個時候講說 不行啦 那個 穿進去的瞬間他可以做 可是鏡子裂開 還有他繼續拍 所以鏡子最好現場就要裂開 這時候大家你看我看你 那他一副那一種好像 好像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發呆 沒有人要去敲鏡子 因為敲鏡子會衰七年嘛 對不對 有此一說啦 打破鏡子要倒霉七年 所以大家都在那邊 因為 我自己不是很想去敲 我不可能很兇的在那邊講說 誰去敲鏡子 沒有我平常人設就是 為你們儒雅 待人和善 可是這個時候 通常是 拍戲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示範 然後情緒勒索演員照做 我就會覺得導演都 自己從那邊跳下來 我沒死 我覺得OK的 我試過了 我試過了OK的 那換你跳 我通常會做這麼沒品的事情 但是那一天我看著那個共土亞 看著那個鏡子 然後覺得 好像也蠻沒有空的 我看著回放好了 過了幾分鐘以後 那個副導阿朗就 不耐煩 爆氣 就拿著那個共土亞 去敲那個鏡子 咚咚咚咚咚 阿朗到現在都沒有交過女朋友 很可怕 不要敲鏡子 還有被附身的時候會踮著腳走路 因為那個飄就是插在你的腳後面走路 這個電影也直接就是把它拍進去 紙紮人 看著就很恐怖 像紙紮人這種要恐怖呢 恐怖就是要笑 紙紮人就一定要笑笑的 一定要找美女來演 因為美女恐怖其實 很恐怖 真的真的你去比較一下 你在家裡啊 會突然之間放慢語數的講話嗎 在一個人在一個人的時候 蘋果 蘋果 在哪裡 你會這樣子嗎 一個人的時候開始電子腳路就在走 我試過幾次我覺得很恐怖 後來我就戒掉這個事情 因為我小孩子也覺得很恐怖 他覺得爸爸被附身 蝶仙 蝶仙也是可以作為一種穿越的技術 其實就是我們在講 鬼如何從 陰間到陽間 我們盡量不要自己發明 我們從一些別人都做過的事情裡面去做 我覺得 因為別的導演 別的電影都已經幫我們做得很好了 他變成一種文化的共識之後 我們就要利用他 你不需要在電影的每個環節都創新 觀眾會看得很累 不是你很累 是觀眾會看得很累 把重點放在別的地方 然後也會致敬經典 就是 聽說就是 我們在日本放月老的時候 日本當地的觀眾看到這一幕都特別的哈哈哈哈大笑 我覺得好高興喔 就是我喜歡的東西把它放在電影裡面 他們也會覺得 很有 光榮 這個弟弟很好摸 他是男的 他很好摸 他自己好柔嫩喔 他現場就 都是塗得白白的 他媽媽在旁邊 那個監督我們 會不會適當的給他喝熱水之類的 拍起來也蠻有壓力的 弟弟很可愛 那些 任何一個小孩子全身 塗得白白的都很可愛 你回去試試看 愛情故事 我先以篇概全的講啦 就幾乎所有的愛情故事講的都是羈絆 但羈絆呢 用另外一種 比較精確的 語言講 他其實就是 執念 我覺得月老他就是一個關於執念的 故事 裡面每個角色都充滿了執念 所謂的執念就是不管別人 也想要貫徹到底的執念 這因為這是這種執念誕生的主角 誕生的故事 我覺得創造出有執念的角色 對每一個編劇來講 應該都是簡單的事情 因為 寫劇本 拍電影 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各位對這件事情有興趣到 願意付出時間去 視之為工作 太不合理了 這個世界上沒有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穩定 跟 跟 女朋友家長 講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對方會比較安慰的 跟放心的職業 編劇絕對不在裡面 我們會當編劇 會拍電影 就是因為我們腦筋有一部分 是失常的 我們就是執念 這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裡面 我們覺得自己居然 有一份 覺得自己是天選之人 就是有毛病 所以 我們這些有毛病的人 要創造出有執念的人 太簡單了 有錢為什麼要去拍電影 拿去偷偷購印台積電啊 合理多了 真的合理多了 拍電影真的是很失控的一件事情 拍電影的人 都想從裡面拿到一些 厲害的 高光時刻 一種 自我榮耀的感覺 肯定自己的價值 執念 我們都有本事 創造出很多奇奇怪怪 有執念的角色 男主角 超瘋的 這麼 性別不平等的話也敢講 你100歲還沒有人要 就讓我娶你嘛 他講的話這個帶有他的脈絡 因為他從 30歲開始講 女生就超氣的 這種超級不會告白的人 然後那個 他們的愛情其實是在男生強大的執念 不間斷的追求 跟每天都在問他不要嫁給他的中間 總算是開花結果 於是他到求婚的前一刻 再把他小時候講的那句魔法再唸一遍 有些是一萬年 一萬年也不會變 漸漸的這句話就比較不像是貼紙 不像是他們之間的一種特殊的 約定 這個女生一定會覺得一萬年 是沒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謝謝你跟我說 愛情的本質就是 胡說八道 我們都會過度承諾 都會當下講出一些我們辦不到的事情 視之為禮物 贈與對方 希望對方可以收下 我們希望可以愛你多久 希望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守護你 感動你 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幾乎以為自己能夠做到 這就是愛情 這就是愛情 為什麼這個男生 他有這麼強大的一個執念 一直在跟女生 所求同樣的一個愛情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前世做了約定 我要找了坑東的爸爸媽媽 真實的爸爸媽媽來演這一段 他們講他們在投胎前 你看喔 因為我注重的就是什麼 他們如果兩個人一起進電梯 他們下輩子就會一起變兄妹了 所以他們一前一後進電梯 一前一後進電梯 男生 客爸 對客媽講說我會找到你 做了這個約定 所以他們小時候才會一見鍾情 男生才會觸發出男生的這個約定之力 看過境界巨人就會知道 約定之力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 那個 而對另外一個角色來講 約定就是 他的執念就是絕對不放下 每一個角色在約定裡面都有很強大的執念 只有一個人除外 這個最後才會講到 不放下 我一直一直都看得到你 所以對 女生來講 他的愛情幾乎是死後才開始 他發現 只有失去 一件東西 他才會發現那個東西的重量 原來是如此的巨大 你一定要過得很不好 就是Pinky 他被男朋友害死之後 他死掉之後差點去拿黑令吉去復仇 這就是這個角色 的核心 一開始的部分 而這個角色呢 其實 我不曉得底下到底有多少編劇 但是 如果 我可以改編 月老 變成影集的話 我會從Pinky開始寫 重寫一遍 因為他是裡面 提供 非常非常好的視角 跟他有足夠的成長空間 你看 男女主角是負責談戀愛 而我們視角從一個 腦袋一片空白 被雷打到 沒有記憶的 阿倫開始 小蜜就是一個 步步接近 的神秘 觀眾其實還不知道 小蜜跟阿倫之間有什麼關係 他們兩個就是談戀愛 但是呢 有一些角色 如果你把這個故事 把Pinky拿掉 故事照樣還是可以成立的 不會是問題的 不會是問題 我可以讓 其他的角色來取代 Pinky這樣子的功能 可是 你要知道就是 檢查劇本並不是一直在刪除 多餘的角色 而是 有沒有一個角色出現的時候 觀眾會眼睛一亮 他出現我們就很高興 我們就很希望看到他更多的角色 就是Pinky 如果 再寫一次的話 有影集的長度 我可能就會讓他 變成主角 然後呢 讓他去 經歷愛上一個人 再度被世界丟棄的一個過程 他第一次看到阿倫的時候 是在他 人生最醜 就是他被男朋友放瓦斯 死掉 所以全身的皮膚就變成一個 淡淡的粉紅色 感覺起來很像 就很醜啦 那個 這個是經典愛情故事的套路 其實只有男女主角才會這樣子相遇 我打翻了你的咖啡 你沒有跟我道 你打翻了我的咖啡 你沒有跟我道歉 媽的 然後我就開始跟你有衝突 兩個人 一開始看得不順眼 之後呢 才會因為一起共同的 相處之下 慢慢的從 懷有敵意 到彼此互生好感 這個是經典男女主角的套路 我卻先把他放在了 Pinky的身上 所以在另外一個平行失控裡面 Pinky 比較像是女主角 他本來不相信愛情 但是呢 他漸漸覺得死亡其實 原來沒有那麼可怕 原來死亡可以讓他遇到一個他真正喜歡的人 跟他一起 經歷很多 他活著的時候 沒有辦法得到的 快樂 一起當月老 一起到處射來射去 甚至他還 幫他報仇 這個就是 就是 把他的那些壞的男朋友的雞雞 塞在那個正在 滾燙的機車排氣管 這個時候呢 他發現 原來 報仇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重要的就是他其實找到一個他真正 向往的愛情 拍這種戲的時候最可怕的是什麼 這場戲是蠻有趣的啦 蠻有趣的 我現場也是很高興 問題是你知道嗎 我們要拍這兩個人笑了鏡頭有幾次嗎 也不是說每次拍到他們 他們 他們視線像是看著前面 何浩成在那邊 用他的機器在那邊插排氣管 有這個畫面給他看嗎 沒有啊 我們鏡頭是擺著他們 他前面是 是我們 哈囉 他們對著我們笑 我的指令就是什麼 跟王靖 開始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開始哈哈大笑 好可怕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不正常 跟 失能的 表演環境 沒辦法 他們這樣子哈哈大笑的幾次 之後坑通的臉筋開始變得是扭曲變形 王靖也是那種 剛好在拍什麼 對 前面不管發生多有趣的事情都沒有用啦 用完了 他也會很嫉妒 阿倫跟小蜜之間那個真摯的愛情 他覺得 就這麼棒的愛情 怎麼不是我呢 怎麼差一點就是我的啦 小蜜還沒死 你就是我的啦 從他 他帶領觀眾一次 見證了愛情 就是經典的那種互相看不順眼的相遇 然後再帶就是慢慢的感情變得很好 接下來就開始失戀 失戀之後呢 這個小色開始有一點小小的黑化的 感覺 為了愛會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去告狀 想要破壞 破壞愛情 恐怖情人 希望在底下的觀眾 如果你正要 既裸照威脅你前另外一半的時候可以想一想 在派出所做筆錄的時候那種 可怕的壓力 不要做這麼可怕的事情 等不到就等不到了 好不好 我沒有切身的經驗啦 我是隨便恐嚇而已 為了愛 做出犧牲 要親手就是 把他喜歡的那個阿倫的靈魂給抽走 就是 註定他們沒有辦法在一起 不僅沒有辦法在一起 就是他喜歡的也會消失 他必須幫他做出這個事情 這個時候這個角色 得到了非常 高情緒價值的一個 成長 他 見證了愛情 他知道了愛情 他失去了 愛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裡面 擁有最 完整的 成長系統的人 其實是Pinky 所以其實在這個電影推出之後 你要說誰的人氣翻了10倍以上 大家就是王靖吧 對 那那個 在現場就知道了 在現場其實他只要一眼 我們所有人都為他喝彩 對 然後 很有穿透力 我覺得最後 我覺得最後可能講不完投影片的全部 但最後來花時間講地震 這原著小說裡面 其實 其實作為一個角色必須克服的 最大的逆境 其實就是九二一大地震 他會奪走小蜜的生命 所以阿倫他必須要 不計一切代價的 讓小蜜活下去 他不是不計一切代價的去對抗地震 地震是一個連神都沒有辦法阻止的天災 但是他要怎麼做才會顯現出那一種 不顧一切當氣回廠的 愛情的奔跑呢 愛情的 那種最後的當氣回廠 要如何跟一個地震做對抗 地震其實 還 我真的覺得不是很難拍的問題 不是很難拍的問題 當時也想了一些方法 很難拍是一定的啦 難拍是一定 那我講過拍定就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部分不正常 所以大家去做這個不正常的事情 地震 但是 我當時想的是什麼 小蜜被一大堆的亂屎壓住了 那阿倫他怎麼去救活他 他其實就是附身在 一個獸醫的身上 就是蔡長線演的那個角色 他附身在他身上 然後不停的去搬那個石頭 在搬石頭的時候 他最後等於是說 小蜜也快死了 所以於是他就 從自己的心臟取出一條紅線 綁住了 就是小蜜跟被他附身的 獸醫的身體 於是獸醫就跟小蜜在一起了 曾經有的版本是這樣 有時候編劇不是 不是天馬行空的小劇情 有時候它要解決問題 但是解決問題 不能用解決問題的角度去解決 而是要如何讓故事變得更好看 我覺得他附身在獸醫身上 去搬開那些實體化的石頭 過程可以非常感人 一個人在很用力的情況下都可以很感人 眼淚一直流下來 這個時候淨回憶 當氣回常的配約一來 很感人 然後最後呢 又用 自己心臟的線 綁住一個 已經被他附身的獸醫的身體 跟 躺在地上咽咽一洗的小蜜 哇這畫面也很煽情 是可以的 為什麼最後不這麼做 為什麼不這麼做 其實很大的一個關鍵是 因為 這個電影確定了死後有一個世界 所以其實我常常解決不了一件事情 就是小蜜為什麼要怕死啊 他完全不需要怕死啊 死了以後就可以跟阿倫在一起 兩個就可以一起去當月老啊 就算不一起去當月老 就兩個人就無所事事 兩個人 飄來飄去也很快樂 所以死亡在這個電影裡面是 不需要去害怕的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事情是 他必須讓 小蜜魂飛破散 必須讓小蜜魂飛破散 但我可以講說 因為天災而死的人 他們的靈魂呢 不會投胎 會直接原地魂飛破散 要奪美品的編劇可以這樣寫 你會讓多少 著身的921的家屬有多麼心痛 你說我家人魂飛破散 超恐怖的 我光是有這個念頭就不行 我覺得這不行 不能 不能說天災的人 就是魂飛破散 我要講說因為天災而死的人 他們的靈魂會直接傳送到一個地方 這個多餘的設定是什麼 我看不懂 所以我比較直覺的覺得可以讓 一個 靈魂 真正沒有辦法得到轉世機會的是什麼 被怨鬼傷害 被充滿惡意的鬼魂傷害的話 這個靈魂很可能是 黑化智力破碎的 我覺得這個就比較直覺 基本上也不會有人反對 就是 被恐怖的力量給破壞了靈魂 所以 我就往這方面開始去思考 好 我不能對抗地震 因為地震沒什麼 在有死後世界的前提之下 它並沒有那麼恐怖 所以開始發展鬼頭城這樣子的一個 角色 鬼頭城呢 就是 你們忘了我沒忘 它有很強的一個 邪惡的 與其說是很邪惡的執念 不如說是 很悲傷的執念 他在500年前 被他的一些 好朋友給砍下他的腦袋 他覺得超堵爛的 所以呢 他通過了 鏡子 回到了人世間之後 他附身在小孩子身上 踮著腳走路 到處去 去殺人 我跟你講這小孩子啊 他手抓著一大堆蛤蜊 往自己嘴巴裡面送 對不對 這我有示範 我有示範 很新啊 很新 他已經稍微用水沖過好幾遍了 但是他們應該不知道導演會示範 因為我覺得要叫小孩子演出這種動作 應該要 示範一下 我是 敲鏡子我覺得 大家真的是 不行 好不好 就是 他去殺那個 投胎轉世到人間的以前他的好朋友 每一個都不放過 但到最後呢 他就會鎖定 就是曾經是他乾妹妹的轉世的 小咪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永恆的一個未解之謎啦 就是很多人他們都覺得說 至少我的朋友都會跟我討論 就是如果我們 被 惡鬼追索 一件我們其實沒有記憶的事情 那我們值得為這件事情付出代價嗎 還是這個就是正好印了所謂英國的本質 總之鬼頭城他非常的 無法 放下這個事情 他曾經還是一個 陰間的一個 一個 像是牛頭馬面等級的一個人物 雖然做出這麼高尚的工作 可是他其實沒有辦法忘記仇恨 英國 生出更多的執念 所以他其實他殺了小咪 所以阿倫當然會氣到不行 小咪的靈魂很顯然已經開始漸漸黑化 因為被怨鬼傷害的靈魂 他沒有辦法轉世 這構成故事一個真正的一個危機 所以其實 月老這個故事呢 其實有三大執念 一個是美好的執念 姑且稱之為美好 阿倫 非得要完成前世的約定跟小咪在一起 而且還要愛他一萬年 超恐怖的 鬼頭城 他要 睡醒他五百年前的沒有完成的復仇 還有 Pinky 他真的很想跟阿倫在一起 他有強大的執念 所以他最後做出不好的事情 所以其實 月老其實就是一個充滿執念的故事 每一個角色都在不管別人 他就是非得要做什麼 非得要我就是要報仇啦 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啦 我不唸啦唸很花時間 我們做一下那個劇本賞息好了 因為 我 我其實沒有辦法接受最後的那些剪接呢 其實 是先拍了以後 我們再看剪接可以怎麼做 我其實在拍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 有一個想像 我們要怎麼去剪接最後的這一段 讓整個執念都消解開來的一個 過程 簡單說就是都有想好 我們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我們後面 按一下 按一下 就是 就是 因為 我這個人有一個毛病 就是非常迷戀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就哇什麼寫那麼好看 大家都在看一下 就是 那個 剪接很棒 但是我也不是都丟給剪接 我都思考過 缺點就是因為都思考過了 所以有時候剪接其實很難掉鏡頭 很難掉一些邏輯 進到回一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時候已經做好要做好進好 要進回一的一個準備 原來是阿倫是前世有曾經被鬼頭神救過 他是一隻蟬 所以他 在關鍵時刻他放棄了對抗 他向鬼頭神說 所有的感謝 這是我覺得這部片最大的爭議 最大的爭議 有些人覺得阿倫下跪的太久了 但我是覺得他如果跪的不夠久 最後那個 當季回場沒有辦法爆發 他不會說 謝謝 謝謝謝謝你 然後鬼頭神說 聚首是好 聚首是好 他就馬上就消失了 我感覺很線性 這個就是我 接受了這個電影的優點 我就承受了他的 缺點 就是我是覺得說反正你都已經買票進電影院了 多做個15秒應該是不會死 反正辛苦的人是誰 是柯仁東啊 他一直在跪 一直在道謝 然後最後就是 有一句台詞 有一句台詞 我從寫劇本的第一句話我就這樣子寫了 就是鬼頭神在消失之前 他微笑 他說 如有來生 再無來生 這句話 這句話我知道今天我都沒有辦法很精確的跟大家講是甚麼意思 我就是一個感覺而已 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 直接從腦袋裡面蹦出來的一句話 而寫出來這句話之後 非常奇妙的 劇組有沒有任何的一個人問我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請我解釋 然後馬志祥有沒有問我這甚麼意思 大家就像是心靈神會的去通曉這個概念 我是覺得蠻神奇的喔 對就是 你看我硬講也可以 但其實他一定不是我心中真正的一個 念想 但最大的執念呢 其實是愛 到時候阿倫到最後呢 他其實也要放下 就是有些事情一萬年也不會變 他說這句話其實 你記得我講過 你很高興這樣就好了 你不用遵守這件事情 由我來遵守就可以了 這句話其實是 是 我對愛情的想像的另外一個 一個 憧憬啦 對 到再無執念的時候 連阿倫他都會灰飛湮滅 對他就希望就是小蜜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等於是他用了他自己的生命 蓄了小蜜 狗就先不講了 迷人的永遠都是 執念 如果這部電影最後的結局是 所有人都放下 放下 放下 我覺得有點太 不像是我拍的東西了 其實我覺得執念是很可愛的 執念是很可愛的 所以我就偏心的讓 那個 Pinky 擁有了這個執念 他就是非得去投胎 跟阿倫的轉世在一起 對 當所有人放下的時候 他覺得我沒有啊 我沒有要放下 我就是聽說阿倫去轉世了 所以我要跟他在一起 對 所以比起超脫一切的彼岸 執念還是非常可愛的 對 那為什麼 最後小蜜會綁著跟壽依在一起呢 這就是我把壽依的小時候放在大家的小時候一起拍 在當時呢其實 就是觀眾不會知道原來這個角色 這個蔡陽仙這個角色就是小時候的這個 眼鏡男 因為他沒有執念 他並沒有在那邊一直講說 小蜜你跟我在一起啦 他只是對小蜜有一點基本的好感 但是 就是 他有一顆溫暖的心 他救了這個蝸牛 而這蝸牛 救蝸牛這一幕被Pinky看到 他瞬間沒有條件的認同的這個人 而這個蝸牛呢 他其實也就是阿倫 他本來要去轉世的一個動物 這就是又環環相扣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讓 獸醫騎著腳踏車 緊急煞車避免撞到這隻蝸牛 還把他用手拿到旁邊的這一幕 他變得意義非凡 他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小小的善念 其實也就是呼應了這個舉手之勞 呼應了鬼頭城 雖然惡貫滿盈 但是在一個無聊的 下午 他因為太無聊了 隨手救了一隻蝸 就造就了 他自己靈魂的一個解脫 當作大家都有看過這部電影 就是舉手之勞的善念 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他 不求回報 只求當下 我們即將要結束了 我們即將要結束了 我們找這些檔案的時候都覺得很快樂 這張可能是我人生裡面所有的劇照裡面排行前三名的 我覺得是基本上在演每一場戲之前我都會演一遍給演員看 那個 我覺得拍電影真的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等到這隻狗殺青的時候 拍完最後一個鏡頭 我們總算是可以過去跟他一起合照 總算可以給他一點溫暖 他知道拍電影的都不是一些 雞巴人 難得到一個地方全部的人都不理他 拍電影是 很快樂 然後 然後 就是 兼編劇兼導演 就是在現場 臨時 改動 其實自己可以完全負責任 所以就 好啦 就是 結束啦 那個我們來互動好不好 就是來 接收大家的體溫 我實在是有太多東西想要講 好謝謝 光是喔 就是兩年以後去看一下科恩東為什麼可以演高中生 就值得去看一下功夫了 謝謝